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以原點O為原心 半徑 這個半徑R 是等於這個2跟號3 圓與 X相交於AB兩點 線以PQ為折線 然後把這個弧 對折過來 結果他跟X的切餘 OV的終點 那我們知道OV是半徑 終點就一半 所以是2跟號3,一半是跟號3 所以這一點是跟號3 R0 那這一點我叫C 好,那麼他問說 那麼這個折衡 BQ PQ它長度多少 他用這個PQ長度多少 OV曉得說 這個虎的話是由這個虎對折過來 那我就以 PQ當對稱軸 我順便把 另外這個大虎也對稱過去 那對稱過去就構成一個圓 這個圓呢 切餘在X 那切X的話 所以他那個圓心 一定是在什麼呢 是在跟切點 跟那個 跟切線互相垂直的那個地方 你說說 現在的話呢 跟這XO相切嘛 那你相切的話呢 這是切線啊 我們知道那個 半徑跟切線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半徑跟切線互相垂直 那我就往上延伸 延伸一個半徑 那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圓心 所以那個圓心的位置在那裡 圓心的位置 X軸是在 根號3的地方 Y軸就是半徑 半徑就是2根號3 這個是圓心的位置 好 再來我們看看喔 因為這個是一個對稱軸 那這個是圓心嘛 這個是 第一個圓的圓心 好 那我們曉得呢 這個對稱軸 一定是跟連心線 互相垂直 這互相垂直 好 那互相垂直的話 那我們先來看看喔 這個長度呢 這個長度呢 是等於多少 我們知道呢 這個長度是 3跟2跟3高原點的距離 所以這個距離 我叫做Oπ Oπ 跟O彈的距離 就等於 跟號多少 跟號3減0 這個圓心的0 根號3-0的頻率是3,加上2-3-0的頻率是4-3-12 所以這個是等於根號15 好,那我一半,一半就是這個距離 這一半的話,除了2就一半了 讓你曉得說,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半徑,這是2-3 這個的話,是等於2-15 這垂直 所以就曉得說,這一半就是pq的一半 2-pq是等於多少呢? 2-15它的平方 它的2-15就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平方,減掉這一段平方 因為b4-0 這個斜邊,一股一股 根號多少呢? 這個是2-3的平方 減掉多少? 減掉這個平方 這個就是2-15的平方 所以是4-15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通分 那4的話,抽出來是2 根號多少呢? 通分 這個是等於12 12乘以4,通分 4是8 減掉15 這個是等於2分之根號33 那2約掉 所以是得到pq 等於 根號33 所以答案是 根號33